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東顧 高伯傑 這個禮拜因為終究連假 再多放了一個颱風假 所以這個禮拜交易日 只有三天交易日 好 在上個禮拜的 應該說連假之前的 禮拜五的節目 我告訴你說 基本上會反彈 這一週會反彈 好 當然 這一週會反彈 這一週雖然只有三個交易日 但是這個盤勢卻是 出現了一個反彈 沒有錯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該怎麼看 下個禮拜該怎麼看 當然在談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先把大格局 要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這個行情是 到底這個行情會不會 是不是沒問題了 果然基金在這裡復盤 應該要偏多做了 我相信很多人會有很多疑惑 或者是會失去戒心 但是有一個部分 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台股會跟國際股 是做一個聯動 這一點大家要很清楚 很小心 來 美股的部分 我基本上就看美股 美股基本上這個週線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大頭 將近一年的大頭頭部形成的 頭部形成這個軍艦破了之後 趨勢是變成走空了 所以它進入了空頭修正 所以呢 美國股市還是空頭修正 好 那8月24% 全球股市暴跌的那一天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道琼公務業主 在短短的幾天時間暴跌了將近2成 好 從這天開始 它快速跌了4天之後 又進行27天的反彈 到昨天晚上27天的反彈 好 你注意喔 它現在在走這個叫什麼 扇形的拉回整理 扇形拉回整理 你要注意喔 第一個條線破了 第二個條線 接下來會破的時候 它就會回撤這個地點 甚至跌破 那如果跌破這個位置上的時候 台股會怎麼樣 好 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這個大家過在這 但是呢 既然27天轉折 還有7個交易率的轉折時間 才面臨下一次的轉折 所以呢 在下個行期 下個禮拜的行期裡面 似乎還有一點空間 讓大家做一個調整 當然這個行情 我說基本上是 國際股市是個空頭格局 那台股咧 我要透過避險工序告訴大家 這叫T50反1 也就是以台灣50下跌為主的標的物 如果這個股票 這T50反1 ETF往上漲 那代表ETF大盤是往下跌的 好 你仔細看 這一天8月24號 它是爆大量創新高 那也就是說 大盤是同時間在同一天 見最低 好 那現在咧 你仔細看 這個叫季線 好 季線 季線還是成多頭排列 為什麼 因為扣底位置在這裡 季線扣底位置還在低檔 那半年線 年線都站在之上 所以它是成一個多頭排列 這檔股票 這個ETF走多頭排列 那也就代表了 大盤是成空頭排列 好 你注意了齁 就技術分析來看的話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的時候 所以呢 基本上你要提防 未來這個點還會再來測 但是呢 不會這麼快 不會這麼快 會先在這裡 震震震震震一段時候 隨著國際股市來過這個高點 好 這是結構的問題 這是從我透過外資避險的工具來看說 那接下來怎麼做 或許現在大家看到的 期貨市場 外資是不進多單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這兩天 它開始又買進了T50反映做避險 那為什麼會買 還是回歸一句話 跟國際股市有很大的聯動性 那接下來 今天應該說 禮拜五是進入了10月 現在是10月2號 禮拜五是10月2號 進入了10月 10月是什麼 第四季的剛開始 第四季是什麼 10 11 12 也就是說 今年已經過了4分之3了 很快喔 今年一下子就過了4分之3 就是說前9個月 你在股市裡面 你有沒有賺到錢 在這個時間點 你好好去檢視一下 不然第四季是你最後的機會 但是第四季該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喔 進入第四季 但是從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時候 你怎麼做 你檢視一下這兩季 你怎麼做 你有沒有賺到錢 接下來該怎麼做 當然呢你要先很清楚知道 你在前兩季裡面 你有沒有做對 如果做對代表你的方法對了 代表你的操作是正確的 我就以我們為例啦 5月5號 應該說5月份 在第二季的時候 告訴大家 放空 好放空 往下操作 我當時 甚至7月 我說基本上要向下操作 好 結果咧 真的 跌到期間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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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好 當時 我相信說 為什麼在第二季的時候 我 全力放空 我不 不買股票 我持有的就是什麼 空單 為什麼會持有空單 在第二季往下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位上 為什麼會 都持有空單 不會持有多單 因為 當時的點數是相對高檔 歷史高檔位置區 所以呢 我手上全部都是空單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顛倒的 是全部都是多單 當然 在放空這條路裡面呢 應該說第二季我們的操作呢 我們是秉持什麼 我們是秉持的向下操作 甚至是在 老觀眾都知道 我在過年的期間的特別節目 告訴大家 預告大家 今年會從這裡跌到七字頭 甚至是在一路的過程當中 4月份我告訴你說 我整備迎接 2000點下跌的大行情 或許當時很多人 不太相信 但是呢 基本上 我在全力放空的過程當中 我全力鎖定 主跌斷的股票 什麼叫主跌斷股票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聯發科 跌這麼多 它是不是主跌斷股票 是不是 所以你檢視一下 你第二季 第三季有沒有賺錢 第二季我們做了什麼 這一路來 你在接下來第四季 該怎麼做的時候 你應該去檢視一下 你第二季第三季 你做對了沒有 TBK 這是不是主跌斷 當時我就全部持有空單 為什麼 因為第二季第三季 往下操作 是最好賺的一段 但是呢 你持有多單 你持有股票咧 可能是賠了很多錢吧 所以你檢視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二季到第三季 這裡下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所有股票 全部持有多單 結果咧 套牢 甚至殺在這裡 好 當然呢 第二季到第三季 很多人是賠錢的 但是第三季喔 應該是說 站在一個操作者的理論 一個操作準則裡面 當 跌下去的時候 如果會反彈 要做什麼動作 補空 反手 搶多單 但是很多人的觀念是 一位多 要不然一位空 一位的就是 我一路看好 要不然就一位的 我一路看壞 那個 那個我們講說 腦筋比較硬一點的 就是說操作上 不可以這麼硬 要靈活一點 當 8月24 技術面告訴我 量先駕行 爆大量的低點 基本上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特定能進場 少貨 買貨 吃貨的現象 所以呢 那個地方呢 它絕對不是空點 絕對不是賣點 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買點 大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8月24號的證據 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抗訊 都是我當時 絕對發給我 會員 確確實實的 沒有更改過一個字 但是很多人可能那個時間點 你想想看 那個時間很多人來來來來 來跟我放空 我想說奇怪了 都已經跌到72003點了 已經跌到了 我在過年期間 預告大家 我們預估的 這個位置上面 已經來了 很多人為什麼會在 那個地方 叫你趕快來放空呢 只有我告訴你 不要空了 要進場 搶短多 空單回補 進場搶短多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會執迷不悟 就是說在高檔批評買股票 結果跌下來之後 停損的時候 還在最低點的停損的時候 甚至是反手放空股票 那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錯誤為什麼會造成 就是你的方法不對 好 當然 7203 這個位置上面 我說亮肩價景 當然最好的證據 它一定要漲上來嘛 對不對 方法對了 它會不會漲上來 有 漲了1200點 但是來到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彈了三週的時候 我說 小心拉高出貨 畢竟搶短多 那就要 該有利潤賺到之後呢 你就應該幹嘛 退漲 甚至我會佈空 好 這一路來 放空的股票 你看看第二季這樣下來 放空你有沒有賺到錢 還是你買股票 有賺到錢了 那相對的 在7203 加全值7203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趕快買股票 我們會進場卡短多 這叫華爾科 當時我們做這些動作 當時 這邊到大一點 證據在這裡 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呢 用拆的 絕對不是用拆的 絕對不是用拆的 你的方法在哪裡 一個操板人 著重的是方法跟技巧 最怕的是亂槍打鳥 你什麼都不會 就是聽看 然後跟人家做反向的 你有方法 你絕對會懂得說 該怎麼做 你絕對不會受市場影響 當7203相對低檔的時候 很多人叫你來放空 那你就會受他影響 但是一個真的有方法的人 看得懂的人 絕對會叫你買股票 當然呢 漲上來了 漲上來之後 賺到你該有利潤的時候 來一樣的 9月4號 獲利賣出 這裡 證據在這裡 好 所以好 第三季 你看起來好像第三季 好像多跟空對不對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第三季是有操作難度 跌 彈 這是兩段式喔 跌 要放空 彈 要強短多 但是你反應得及嗎 你反應來了沒有 當時你當下 你會不會做動作 空我也讓你看到 當強短多來的時候 很多人在害怕的時候 在鼓災 在暴跌 創了當日 下跌 創了7.5% 下跌幅度之後 大家都怕了之後 你敢做動作嗎 絕對不敢 這叫友達 那為什麼會去建議買進 那為什麼會去建議買進 剛剛你看到的圖 是一個很深奧的超盤技巧 方法就在這裡 我說我要買 都一定要符合這個型態 它就是符合了 當然 如果你的方法對了 你堅定你的看法之後 你就要做動作 最怕的是 對啊 我知道要買 但是結果我沒賺到 很多人會這樣講 很多人說 看彈上來了 我知道要買 但是我沒做動作 那是沒有用的 那個叫廢話 要真正有做動作 而且要懂得賣 第三季操作的難度 真的是 應該是說 如果你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放空 又懂得補 那懂得去搶短度的話 來 這叫經典 很多人套在這裡 但這個位置 我為什麼會選擇進去買 看 這裡看得懂 你看得懂嗎 因為反彈避震劑符合它 所以呢 你就不會受到 市場那種恐慌氣氛的影響 你就會做這個動作 或許在買的時候 大家會很害怕 好 彈上來的時候 但是你要懂得說 我知道會彈啊 但是我沒有做動作 怎麼辦 那都沒有用 漲上來之後 你就記得要把它賣出 獲利放在口袋 好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股票 都是我 這個反彈波上來 強短度的股票 當然還有 我現在要告訴你說 如果在第二季第三季 你真的 沒有賺到錢 那你更不用講 第四季你該怎麼做 9月7號 這叫普瑞 我都跟你講了 主力車門具在這 會拉上去 趕緊 趕緊上車 228 好 你要懂得做動作 場上去之後 你要懂得 獲利下車 現在讓你看到的是 第三季的操作 好 好啦 第二季第三季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 喔 很難做耶 很難做 會嗎 不會 是因為 你沒有先躲過 先避開第二季的下跌 所以 你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 你賠到錢了 好啦 都已經過了 這個一整年過了四分之三了 還剩 10 11 12就要 年底了 今年景氣真的不好 很多人都要想說 我要靠 我要 我希望老闆加薪 我想說這是很難的 很多人都期待說 那個 年終獎金 會不會多一點 我相信喔 可能也報銷了 我相信今年的景氣不好 很多老闆基本上 不要 不要放無薪假就很好了 對不對 好 那 接下來該怎麼做 第四季該怎麼做 接下來第四季該怎麼做 你想好了嗎 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你做對了沒 當然第二季第三季 你都掌握得到的人 你才有資格說 在接下來第四季該怎麼做 為什麼 第二季第三季 你都掌握到每一次轉折的時候 然後 就代表一件事 你把控盤者的思維跟做法 你都看得懂了 那 接下來第四季這控盤者 該怎麼做 你絕對難不倒你 我相信 我有這個本事 因為我就帶會員 在這一波 避開下跌風險之後 當大家在恐慌 7203恐慌的時候 我反手買進強短奪之後 好 接下來第四季 第四季該怎麼做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緊急 來 謝謝 市场卖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期股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卖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期股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来 小鱼 跟她跟我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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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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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小鱼最乖的 跟她跟我过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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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老师说一定要走斑马线喔 直接穿越会很危险喔 公司肉啦 公司肉啦 走斑马线 我们穿越马路 要走斑马线 大家跟我亲个人 我不要 我不要 哇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豪华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庆现任时事中 到底第四季该怎么做 你要好好把握这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三个月是你 好好为自己赚一笔钱 然后在过年的时候 带家人好好出国旅游 去放松的一个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机会 第四季啊 到底要怎么做 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多空并存 多跟空并存 空 我刚刚上阶段告诉大家 国际股市基本上还是空头格局 好 那空头格局的时候 刚刚你也看到了 很多的股票 就像TBK 联发科 我空有空主跌段 但是呢 也是股票 它才整倍要进入主跌段的话 哇 那是你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在跌破的时候 反弹 它会进入主跌段 那一波是最大的 你看看联发科 五百块跌到了两百多 你看到TBK 两百多 跌破了一百块 它是不是主跌段 它是不是主跌段 最好赚的一段 当然空的股票 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 尤其是下个礼拜机会来了 来 像这个股票 它就是主跌段前的最后的空点 你看到 跌破之后 跌破后 会跌一大段 快反弹 又是另外的空点 为什么 葛兰币巴也讲 第一个跌破的时候 这第一个卖点 它会跌 它反弹第二个的时候 又是第一个卖点 它进入了 它已经进来了 进入了第二个空点区 也就是主跌段前的空点区 它是你一个机会 它是你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不管你第二季第三季 你的操作绩效如何 不管你是如何赔钱的 接下来三个月 它是你最好把握的机会 因为多根工并存的时候 有的股票会暴跌 有的股票会跌到稀里花啦 有的股票会进入主跌段 那它是你一个机会 我相信 当你见识到万点跌到7000多点的时候 那一个暴跌的情况 大家会想到说 真的呢 如果我有去空股票 像连发哥DPK 暴跌随便都是五成六成 如果有空到 是不是赚一笔大钱 这个股票也一样 跌破之后 这样又反弹了 进入空点区咯 跌破之后又反弹了 又上来了 当跌破之后会暴跌 就反弹一次了 它又回来 那个空点给你空了 你要把握机会 好啦 再来 多空并存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点 有的股票它会涨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有的股票 因为它已经领先跌完五波 进入了另外一个多头循环 也就是进入了 这里跌完之后 它已经打底完毕 进入了多头的循环 而且刚刚在这里 这股票就这样 打底完成之后 进入了多头循环 重点是法人在买 为什么法人会买 有一个题材 我相信 万年时候很多人提这个题材 现在都不提了 来仔细听 它有一个题材叫物联网 它就是什么 我俗称它叫物联网之网 当然呢 不是喊口号 很多人会讲 物联网 沾到边的叫物联网 但是重点是 营收要表现出来 来仔细看 营收开始大幅度的增长 创新高了 它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它受惠于现在 物联网真正在实质在改变了 再下单了 它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虽然不景气 但是有些政策 它是持续走在前面 继续砸钱下去的 各国政府 继续砸钱下去的 它就是受惠 所以在这个政策之下 营收才能够持续创高 重点来了 我生物联网之王 这个股票 你很难得看到 为什么我在万联的时候 我所有都空单 但来到这个第四季的时候 我会说我多空并存 因为有的股票 不能一番只打开一条船 有的股票 它进入了多头 最好证明 这个股价站上了 季线半年线 甚至年线 即将成多头排列了 而且量缩了 你要把握机会 为什么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它在这里整理量缩 因为它正在等待 这个大盘多空分歧的时候 要开始下去的时候 资金整个往那里转 资金整个往这种 产业基本面做后盾的 而且爆发力十足的 往这里去转 而且这一波只是第一波的进货量 接下来会有人用 主身段的方式喷出 这样的股票 我认为它是一个 在第四季里面 你可以买得安心 而且有可能会一路爆到明年的 好股票 因为你买在奇党点 你买在相对低档 你买在跟这些特定人 买在低档区的成本区 绝对安全 绝对安心 所以第四季是个很重要的时间 你想不想在过年期间 赶快赚一笔钱 带家人 好好的出国旅游放松 那你就要把握 十、十一、十二月这个机会 来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来 什么叫一加一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案子 它叫一加一 我失望说 在这三个月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带你在接下来行情里面赚钱 当然呢 一加一的内容方案 这个方案 有带你等一下打电话进来询问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 把之前在第二季第三季 这几个月赔条田赚回来的人 想要为自己赚一笔年终奖金的人 你绝对要把握这个一加一的专案 服务内容是什么 欢迎您打起电话 跟我服务内容做一个联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登记之各别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步双赢一大兆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步双鱼一大兆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每一日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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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尝试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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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一样 你就是哭到我了 你就是哭到我了 像孩子 一直救世界 健能everyday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 go 小胖快点 大家等等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哦 小胖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119或112 请求协助